主席 吴次长 各位首长 各位元同仁 大家好 主席 请防补吴次长 请防补吴次长 抱歉 是吴臣次长 还是吴次长 对啊对啊 我也一直想问他 跟我们 张秋 跟那个秋 都可以都可以 好 没关系 都可以 张秋春 张秋春 那你告诉我一个正确的 是吴臣次长 还是吴次长 可以啦 都可以啦 因为我们交通部 也有一个 张秋春 是张秋次长 而不是张次长 好 那我就主题 其实有关毒品的 这个除罪化 很多委员也都在提 那就跟 汇除死刑一样 都是一个重大的 刑事政策 今天我们汇除死刑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 以上的人 反对 毒品的除罪化 我看这个比例 也差不多 甚至于 智慧枪枝 说 可以原有智慧枪枝 开放枪枝 这个也都 所以说这些 都是重大的 这个刑事政策 都 应该是很慎重 很小心的 来做 那另外就是 像死刑 这个存会 我们 短期之间 我们也许 没有办法做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也许是未来要走的方向 虽然我们 曾永福部长讲说 哎呀 中级等于说 中级的目标 其实连中级的目标 可能都 现在讲 民众 都有质疑 但是 毒品 这个部分 我想 也 也 遇到了这样的困难 但是 我们这些委员 我个人是认为说 我们不能把每一个事项 都往严厉的 认为说 那个乱世院重点 越严厉 越好 处分越高 花钱越多 越好 这个我认为是 并不 并不如 并不符合我们整体的这个形式政策 特别像毒品这个部分 我个人认为是说 因为它 有带有 要的这样子的性质 所以 我认为 就是说 我们在委员在衡量每一个 史院的 不认识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 第四级 在分类上 如果我们不断的去采取 采取严格的 认为就是对民众好的 我认为黄尔是害了这个民众 所以我有 有关 这个 呃今天的修正案中 特别将 那个 K他命 就是说由 那个第三级 改成第二级 我个人认为 并不妥当 特别是 我们这个提案啊 是在今年的 4月 是在98年 4月29号 印发的 但是我们在5月 我们在98年5月 20号 总统就公布了修正的这个条文 所以说我们已经把第三级 第四级 包括他器具的剥路 包括他的那个行政的处罚 虽然像我们修正的 因为我们在就 在这个 修正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有修正的六条 九六条 其中 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 十一之一的 等条文 都已经对于第三级 第四级 这个 这个部分 有做了处罚 只是没有行则了 有的像第十一条之一的 这个 这个 无政当理由 只有或者是 院第三级 第四级的这个 我们也已经有了 那个 处心台并 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 这个罚房 已经有做了这个处罚 所以我们 反而帮那个 Ketamine就是说 提到 提到就是说 第二级的这个毒品 我个人认为 并不妥当 反而我是认为像 有关各 特别罚的 这个部分的 这个死刑啊 如果说 去衡量以后 就慢慢要 减少 降低 这个才符合 我个人的这样子 一个形式 这个政策的这个理念 我不晓得 呃 这个 呃 第一 这个 谁 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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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智洋等 吴智洋等 二十七人这个案子 跟我们 九十八年五月二十号 公布的 这个部分的出入 那个次长能不能做个说明 那报告委员 吴委员等是希望把 Ketamine 列为第二级毒品 是 那这个 九十八年 五月二十号修正公布的这个 这个 毒品 防治条例 第十一条之一是 呃 目前 目前 还是列为第三级毒品 哈 那第三级毒品 因为 依照九十八年五月二十号修正公布的 这个 这个 第十一条之一的规定是 呃 用行政法 来 处理 那如果我们把它 入罪化的结果 会造成 因为他要进入司法体系来 来处理 事实上 是对于 这些这个 呃 白领阶层 或者是这些学生 反而是更不利的影响 那司法院 有些少年 啊 就是未满十八岁的少年 如果进入少 司法体系来 也是不理想的 所以 维持在第三级是比较合理的 是 那用行政法来处理是比较合理的 第三级已经有有处理的 那个这个处分就是我们在九十八年 呃 九十八年的五月二十号 总统令修正公布的 这个 这个修正版本 就是说 已经有有这些处理的处分了 是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他在四月二十九号这个提出的时候啊 我们 我们讲起来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 已经把这个条文做做了 做了修正 是 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说 呃 今天在司法委员会 这个这个审查 其实在 毒品这个 呃 管制条例之前 就是我们在一次修正之前 仍然留了这些相关的法案 继续再进行审查 这个体制上 我是认为并不对 这个部分如果有的话 已经审查过了 他那个 那个 钱 没有并到一起 这个审查 讲起来这个 就是有有疏忽 但是我也要特别讲 今天司法委员会 做了一件 我们多年来没有做的这个事情 各个委员会都没有 就是对提案委员的这个质询 讲起来 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是提案委员提的 各个委员要在 在场 被询啊 因为我们 法律的制定 不是只有行政单位 行政院可以提案啊 我们委员也可以提案啊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委员的提案 讲起来根本不需要学 根本不需要行政院的列席耶 应该是直接 直接咨询 咨询委员 就可以送到院会去 哪里需要行政院来 行政院来 只是提供一个意见而已 所以今天那个旅学长委员 在这个体制上 咨询图行则委员 不是图景则署长 讲起来这个是 我们在第二届 第二届的时候 是都有这样子的例子 只是现在 大于行使 变成各部会首长 反对我们委员的这个提案 其实下一次 就是说委员提案的 这个部分 各部会的委员 请各备询的 请你做到下面来 真正的是提案委员 做在备询台上才对 他是主管机关 是没错 但是主管机关 只是提供我们意见 不可以对我们 对我们的法案说三 那个说四的 这个部分是违背 我们立法院立法的 基本精神 所以说今天 我我刚才讲了 说你在这个之前 九十五 九十八年五月二十号 这个审查 毒品缓制条例 修正之前的案子 还继续 现在在审查 讲起来是不合理的 但是却做了一个 立法院 那个多年来 大于行时的 对委员 提案委员的这个质询 那一个好一个换 请那个召集委员 那个主席啊 作为参考 另外就是 既然我们说 推向慢慢就希望说 那个减少死 减少那个划定死刑 其实相对 那个绝对死刑 我个人多年来也很努力 包括层次盗毁条例啊 等我们绝对死刑 现在已经没有 但相对死刑的这个部分 我们还很多 那划定刑是有死刑的 像毒品缓制条例 那个里面 我们目前就有三个条文 是死刑 那个是有划定刑是死刑的 包括制造运输换卖 第一级的 这个第四条第一项 以及第六条第一项 这个以暴力胁迫 十人十院第一级毒品的 另外就是第四五条第一项 公务员 这个假借职务的机会等 这个换这个 这个毒品的那个罪 你认为 如果我们要减少法定刑 哪一个条文是最可能被减少的 报告委员 事实上我们法务部已经要 检讨毒品违外防止条例 是不是要维持死刑的规定 因为基本上我们的法务部的 这个意见 还有多数我们征询 专家学者的意见 认为 要有留有死刑的这个刑罚 基本上是要以 有杀人的行为为前提要件 所以如果没有杀人的行为 我们基本上都认为 等间接杀人这个部分 未来死刑 刑罚定刑有死刑的会逐渐减少 是 所以我个人 我认为是说 你如果不能按条文 调制这个部分 但是最少制造运输 换卖 也要去分层级 那这样子你就 有行为 多数的行为就可以 可以疏解了 就是说死刑的这个 我举一个 也许 毒品这个部分 我们还不容易区分 那枪炮弹药管制条例里面 有两个死刑 两个划定 有划定死刑的 有两个 像第七条 第七条第一项 它是制造 制造贩卖运输 这个是死刑无情徒刑 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三项是 意图供自己或他人换罪 这个 换前两项是罪的 对不对 那是死刑无情徒刑 其实如果是 如果是正常的 要去减少 我认为 运输跟那个 可能 可能就可以免死刑 后面这个是 意图自己换罪 自己换罪的 这个部分 请问 运输枪炮 如果是单纯的 不换罪的 有吗 有单纯不换罪的 所以我是认为 如果像 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第七条 第三项这个部分 意图供自己或他人换罪 而换前两条 包括运输换卖 这个 呃 制造的 这个才是 你说要留的 这个死刑 跟单纯的运输制造 换卖的 他只是单纯运输的 留有 这个 划定死刑 可能这个上 亲重就有差别 所以我也希望说 在毒品这个部分 能不能也这样子去做 做 做区隔 就好像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他特别讲了 说 意图为自己犯罪 或 供自己或他人换罪 那 这个运输制造 如果说我们 毒品这个 也意图供自己 或者他人换罪 好 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 帮运输这个部分 那个 这个死刑 划定死刑 就可以拿掉 我个人是 朝着这样子 方向 这个 呃 认为说 华物部可以作为努力的 这个 呃 这个层次啊 来 提供意见 供 市长做参考 是 我们我们会去检讨 我们把这个 然后今天的咨询就很明确的 就是说 我对于 原 第三级的 K他命 要改成第二级 我是反对的 对于采取更严格的 这个处罚措施 但是我认为 毒品跟 跟那个 呃 药之间的这个分剂 还是有的 那 我并不认同 所以我不认为说 采取 言行俊华 多处罚 那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重处罚 那个是 那个 这个方向 呃 并不认为 并不是 我们 刑事政策应该采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途径 谢谢我 谢谢委员 谢谢